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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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和一米资本 都发生了很多的事 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是我辜负各位了 我也想给公司带来一个好的消息 但是 对不起 感谢各位 对公司做出的贡献 希望你们为自己感到骄傲 同时 我也会为自己今天的决定 而感到骄傲 做公司 是我这辈子 其中一个使命 但有些事 我做错了 我就要去承担责任 所以在剩下的日子里面 我没办法跟大家在一起了 我得停下来 思考一些问题 如果公司的核算小组 核算出来 账面上还有剩余的话 我会当作遣散费发给大家 在这里 我衷心地祝愿大家 以最勇敢的态度 去面对自己 面对生活 谢谢 感谢观看 从明天开始 这就是别人的了 是我让你失去了这个家 对不起 你别说什么对不起了 没有关系的 我们失去的 我们失去的 不过就是这个房子 还有这个院子而已 我们两个人本来就不属于这里啊 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还在一起 家就在呢 我已经签了 没有把自己签了 我不会签的 我更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你 你应该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人 我不值得你这样的 哪有什么更好的人啊 从小到大发生这么多事情了 你现在跟我谈值得和不值得 你这样的签了 我今天不管你跟我说什么 或者你要跟我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米露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我绝对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的 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我爸 我做错事了 我得去承担后果你知道吗 你可以承担 我陪你一起承担 从小到大 我们一起承担的事情还少吗 你不要老觉得你做错事情 可以把我撇到一边 我可以跟你一起承担的 只要我们不要分开 就重新开始 一起挺过去不就好了吗 米露 你还不明白吗 这么多年来我爱的人根本就不是你 你快醒醒吧 你就是个替代品 你还真把自己当依依的新妈了 我那就是看着依依没人照顾 我找个人陪她而已 别怕我们俩都过去说的那么美好 好不好 你以为同样都大我需要的人是你吗 我那需要的就是一个陪我的伙伴 当我遇上安逸的那一刻 我就再也不需要你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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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把字签了吧 我已经签字了 对了 这张卡是你的名字吧 你拿走啊 从以后 我不想再跟你半毛钱关系 咱们俩到此为止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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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ね 什么 来 买到了 回来了 最后一个是鲜虾粉朵给买到了 那也不 只有一份还还 我还买了鲜肉的 那我们俩腌一半 这个是鲜虾的吗 是吧 这个上面是鲜虾的 我吃那个鲜肉给鲜虾 你吃这个鲜虾的 你俩腌一半 行 好 好 有点燥 有点燥 慢点啊 你先来先来 你先 怎么样 还是先假的好像 你看你那傻样 说我傻 我要是傻的话你就更傻 我才不傻 你不傻吗 你不傻你怎么看上我 谁看上你了 想的美啊 想的美啊 想的美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啊 就是咱们俩能好好在一起 芳芳呢 平平安安的 我什么都无所谓 那天 那天在南国分的路上 在车里你说的那句话 你说 每个父母都有绝望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甚至会想着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死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说对不起干什么呀 你那会儿 真的这么想过我吗 那时候 芳芳刚出事 我从来没有受过那么大的打击 整个人都崩溃了 我就 每天 每天都守在芳芳的床前 一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每天都在想 每天都在想 今天俩该怎么办 我还不如带着芳芳一起去 总之我是什么都想过 我有的时候一想到 那会儿你就是带着芳芳 是怎么跑过来的 我就心疼 就像头炸了一样的头 我就恨我自己 为什么没能早点遇见你 早点在你身边陪着你 陪着你和芳芳 其实 熬着熬着 就熬过来了 以后不用熬了 以后有我了 你也不用在那里的牵牢 会永远永远陪着你 陪着你和芳芳 无论少了 哭了笑的脸 折磨我 看在你身边 我还在你身边上了一样的脸 只把你当我走了 我还在你身边上了一样的脸 他不会敢你走 她不会敢你走 在这儿 这手是动得下吗 好像是 又动了 芳芳 芳芳 你能听见妈妈的声音吗 芳芳 你能听见妈妈的声音吗 展芳 快快快 快叫医生 好 我去吧 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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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听见妈妈的声音吗 是妈妈呀 是妈妈呀 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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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带孩子那么累啊 好不容易才可以哄睡了 嗯 那不然等她醒来之后 我们再带她出去玩 嗯 她现在情绪 我去吧 我离得比较近 你好 这门是安芸女士吗 有您的快件 哦 谢谢 好 一个 other人 一种 一个好 一个的 一个 一个 有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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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宅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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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喂 喂 安宇 文件收到了吗 我刚刚收到了 那就好 依依就要给你照顾 我也能放心一点 虽然她现在还不能叫你妈妈 不过你放心 你们母子连心 用不了多久 她就能接受你是她妈妈这个事实 你没事吧 放心吧 我不会再做什么傻事了 卓越的股份 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爸帮过我吧 于心于理 这些股份也应该是你的 而且交给你 我相信 你也能让她变得更加价值 更加依义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做呢 你确定你真的没事吗 安宇 安宇 对你 对你爸 我都得说一声对不起 我知道 你爸 再去对不起支援 我不够了 不够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向警察说出一切 接受我应该接受的惩罚 我怎么会接受吧 我都得了 不够了 我该接受的因子 我一起去 你 我 是 你好 有什么事吗 你好 我叫周渊 原名叫肖勇 我是来自首的 爸 今天让您抽出烟了 以往 这是不可以的 但是今天 破个例 韩叔叔 我给您带来了一些酒 您就尽管喝吧 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让安宇亲自告诉你 这几个月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也许您在天上已经看到 多刻了萧叔叔的那封信 我们才知道这一切的真相 也多刻了那封信 周渊可以悬崖勒马 没有再一错再错 他现在已经自首了 相信 他能改过自新吧 还有依依 他回到我身边了 但是他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 来适应 我没问题 爸 你相信我 我能做一个好的妈妈 得一大眼 走势 我一定把他打到这儿 让他亲口 教您一声买工 爸 一切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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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就是这样 从今天以后 安宇就是一一的合法监护人 拥有对一的全部抚养权 大家以后都相互配合一下 合伙社区 还有学校 感谢大家的信任 我以后 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好一一 不让他受半年委屈 小孩子 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 得慢慢来 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找我 我们会想办法配合 看看怎么让孩子 更好的接受性的环境 好 我先接点 我先走了 谢谢你们 谢谢 放学了 孩子们马上就出来了 先去看一下 好的 谢谢您 今天安宇姐你回家好不好 阿姨 我的爸爸妈妈呢 你爸爸妈妈呢 最近有点忙 最近一一就先去阿姨那住几天好不好 不可能的 我觉得我等爸爸妈妈 可是爸爸妈妈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妈妈就帮我 我妈妈妈 你一听话好不好 你跟阿姨走不可以吗 我 你先出来 我妈妈 我妈妈妈 我妈妈 一 黑騎士 你是黑骑士哥哥吗 对啊 我就是黑骑士Moon 骑士哥哥是专门来接鱼的呀 真的吗骑士哥哥 真的呀 骑士哥哥 我们一起去吃薯条 去买到我们吧 想吃薯条 那当然好了 那我们一起走 好不好 骑士哥哥 我一会儿 去买到跟你一起玩 我刚刚哄他睡觉的时候呢 跟他说了一个故事 就是我唯一会儿的那个童话故事 我跟他说 你不用担心 如果还遇到任何的困难 黑骑士都会来救你的 对吧 当然 黑骑士一定会保护我的困难 三点来了 好香 你吃香不香 好香 对 你谢谢 我能跟你拍张照吗 他是黑骑士 叫木 他可是我的好朋友 你骗人 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黑骑士 接鱼哥哥 告诉他们 就是黑骑士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黑骑士 我叫木 他骗人 他根本不是什么黑骑士 他们是不是 你们看 他根本不是什么黑骑士 他是人眼的 你是鞋子 快走 是你 你乱让 我不要你 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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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乱跑 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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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依依 为依依 子 为依依 被依依 李律 你之前打过那么多的离婚官司 在这个领域 你比我更专业 我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判断 我还有没有机会 能拿回音乐的抚养权 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孩子现在的父亲 却已经变更了 孩子的父亲又发生这样的状况 对方又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只能说 可能性很小啊 哪怕就只有那么 0.1%的希望呢 我真的很想再争取一下 李律 你也知道 这个过程 会很漫长 很痛苦 我现在不管付出任何的代价 我都要拿回她的抚养权 你帮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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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量 谢谢 谢谢 李律终于哄睡了 难得的休息时间 哎 他们俩呢 在房里啊 好 他们讲点声 你没往生里去吧 带小孩 是不是很难 应该是吧 谁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 总有搞不定的时候吧 那如果她很固执 应该要怎么办 我平时不固执吗 呃 那那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改变她的看法呢 时间吧 如果真的改变不了 就不用去改变了 就磨合一下 然后找一个大家能够 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状态 互相包容 圣礼 我们多久没有约会了 对啊 我怎么就让工作忘记了生活呢 你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座右铭呢 我明天就马上安排 好不好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卖掉一部分周恩的股份 然后把老财买回来 因为依依是在那长大的 在那生活 她会有安全感 你怎么看 我们好好规划一下 嗯 喝点酒我真的觉得好累 辛苦你了 还好有纸二汗 谁呀 吓死我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 行 你进来吧 你怎么住这儿啊 你还习惯吗 要实在不行 明天我再给你找一个别的住处吧 哦不用了 这儿挺好的 你怎么吃饭啊 你要想吃什么随时过来的话 我给你送过来 小丁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 你爸去这儿挺早的 家里 还有一个姐姐跟妈妈对吧 嗯 我回头会多快把你工作给你的 哦不用不用我 这些年你辛苦了 你也因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我发自内心的非常感谢你 拿这些钱重新找一个工作 回头再找一个女朋友 然后成个家 重新衍生 我这儿还有些工作 你要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 嗯 我很好 那我先走了 我一会儿 我 packaging啦 这儿是不他 我做了我 这样操作 我家人 我家人 有一点 我家人 你 我家人 那你 你们 我家人 你 辛苦了 开哥 没事 歇会儿吧 你们聊 你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就要搬了 我舍不得了 怎么莫名变得伤感了 还伤感了 我就是不想跟你离开 分别吗 怎么不是分别啊 住得很近 打车也就起不见了 对吧 才说以后 我们每天还要在公司见面 那我也不能 每天随时随即地烦你 想着没 我还要每天随时随便烦你呢 以后凯哥还来了 还要帮我带娃呢 对不对 那必须的 顺便要考验一下 凯哥带娃的能力 有机会的 喂 圣布林 你那边收拾的怎么样 嗯 凯哥还来了 就帮我出去呢 差不多了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 一会儿你直接把姨姨接过来吧 我弄好之后会直接离开的 不会让姨姨看到我 你真好 爱你 什么 爱你 拜拜 别动啊 别动 我给你拍张照片 就这样 一 二 三 扎到了 啊 瘦了 还偷亲我 这是偷亲吗 我走了 拜拜 我 我们走了 姨姨 你怎么了 怎么有点不开心呢 阿姨 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吃饿 我请他们了 还想我的脑红 那姨姨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 哪里 去看大黄蜂 嗯 姨姨 你看我们到哪儿了 我们回家了 姨姨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回家了还不开心吗 我还以为你带我去见妈妈呢 你 我听说别墅被拍走了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 这样也好 依旧不用离开家了 我 我 我以后每周能来看看姨姨吗 每周六 你可以来看看她 那 那平时呢 我平时要想她的时候能来看她吗 从前来我一手把她带大的 我怕她看不到我的时候 她就会哭 她就会找我 可能也会睡不着什么的 想你 想你 我就每周六来看看她 能看她一眼也好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妈妈也想你 妈妈 妈妈还想妈妈 妈妈 妈妈能找到妈妈 你回来 爸爸 爸爸还有 正要的工作要做 可是我想你跟妈妈说什么 想爸爸了是不是 爸爸他要好好工作 他好好工作才能赚钱给姨姨买玩具啊 对吧 你也不要玩具 你不要让妈妈都没辛苦 不要让爸都没辛苦 我知道你最懂事了 你乖啊 那你听妈妈话 你就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然后努力地长高高 长到很高的时候 爸爸就回来了 好吗 嗯 一二二十块 好好喝起来 长得高高的 嗯 真棒 你看你小手给动的呀 跟你吹吹吹吹 今天妈妈就先回去了 妈妈还有点事情 好不好 你听阿姨的话 妈妈你要去哪 我没意见到你了 妈妈 我当然想要被音乐扛进了 我当然想要被音乐扛进了 可是 可是最近妈妈也有别的事情要做 你做的话 你过一阵子我又回来看看你 好不好 那你听话啊 我今天就先走了 妈妈中 你为什么不要你呢 妈妈你为什么不要你呢 我会不要你呢 parc darle 人家都不要秘密 我跟朋友都要秘密了 阿姨 秘密啊 秘密啊 靖嬛啊 你还一个话 你还一个妈妈回来接你啊 阿姨 秘密啊 秘密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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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描绘着你的画笔 模糊又清晰的你 风吹过你的证据 你像回出来的诗句 让我沉醉的聆听 静静的聆听听 风和你 抹去纯真的想评 问自己 执着的意义就是你 哦 是你刺破黑暗 分离唱出新的语音 带我触碰一笔一笔 回不出的聚集 看着你 看着你 太执迷 不听心 不意见 不意见 放开抽屉里 珍藏和你的幻境 虽然 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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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痴迷 不听心 我 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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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抽屉里 珍藏和你的花季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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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虽然 虽然 悶 或普遍 把你 很好的 把你 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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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